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宣睿 我在我的男孩裡面 飾演的是安慶輝 是一個天真可愛善良的大男孩 換你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許光漢 我在戲中飾演的是尼古舞 他比較無厘頭一點 會帶來我們男主角安慶輝 做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那兩個人 那時候看到對方的情形像是什麼 因為我其實在這部戲之前就知道他 然後看到本來就覺得真的很帥 那你們覺得是誰 就是自己有沒有比對方帥 當然沒有啊 當然沒有 張廣誠最帥 對張廣誠最帥 比你們哥最帥 對 都很帥 那你們兩個人比較常聊的話題 大概有什麼 所有的人都可以 籃球什麼興趣都可以 對啊 對啊 但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收工我們就去一起示範 因為就是可以分享彼此對角色的看法 因為我們是要演好麻吉死黨的兄弟 對 所以就是趁那天就我們收工 然後就去過 對啊 因為一開始我是跟 我跟廣誠之前就認識 然後那天宣睿比較羞澀一點 那現在他還是很羞澀 就是慢熱啊 我們的 對 那你們還記得那一次產生什麼 我們去咖啡廳 對 咖啡廳 然後我吃了一個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所以有人想到你們喜歡吃的美食 我去咖啡廳喝果汁 對 可是第一天 我們晚餐就吃素食 對 素食 對 哇 雞琴很好 對 因為我第一次吃 因為我推薦 對 是很快速的吃 還是什麼 就是216上這邊有一家蠻好吃的素食 素 不是素肚的素 是菜的 是素的 對 是素食的那種 對 所以有愛上嗎 我就覺得吃的雞琴湯比較好吃 其實就沒有再吃 是各自吃 對 沒有一起吃 沒有一起吃 那你們覺得你是怎麼樣 才真的 哇 變得很熟這樣 我覺得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是就是一種很自然的感覺 對 好像沒有分什麼 沒有特別 對 這其實我 三場戲印象比較深刻 我們好像不是因為戲點什麼 其實都是私底下約出去 嗯 戲比較深刻的話應該就是 我們在互相推來推去 就是他常常會想一個鬼 一些很多的鬼點 然後我們都要 我們是 我跟廣誠是鬼的知識 因為我那戲裡面是 那個話劇社的社長 所以我要帶他們做一些很浮誇的戲 就是很多鬼點子 然後帶他們兩個一起吃 其實我印象比較深 應該就是小劇場 每一場戲都有十一場 因為第一場就拍很浮誇的戲 非常好笑 我覺得大家可以騎 他就在旁邊看了 好 來 請 好 請記得 12月22號起 每週五晚上11點半 QCO TV TV